嗨 你好 這邊是無傷失敗 我想說我找到新方法可以跟他打 就是繞背敲一下敲一下 但是很可惜的是 有時候他會偷槌 接著就是這個監獄最討厭的一隻怪 蜘蛛飛天怪 更多蜘蛛飛天怪 還有愛偷槌人的進階嘔吐怪 連續放好幾隻視角的時候導致閃都閃不掉 這隻護士沒有打倒就 基本上失敗了 好的 示範成功後的樣子就是可以好好撿東西 但是你要確保後面沒有怪 嗨你好 歡迎回到春末之秋二重製版 無傷全收集全程近戰 好 剛剛地圖這邊紙條 這張的紙條有 9張 奇怪照片2張 往日片段3個 然後還有一堆砝碼很麻煩放來放去 但是 肌肉記了就習慣了 雖然有時候會稍微想一下 好 出來之後右轉進這個小教堂 拿砝碼會重生一隻怪 我說這隻怪要怎麼打比較簡單啦 就是他 剛發現你的時候去他背後敲一下 然後吐的時候再往前衝再敲一下 總共敲個6下就倒了 只是敲背 敲背重擊一次就等於敲兩次了 所以敲背三次他就直接跌倒死去了 然後這邊 走進來左轉 這張我記錄一次啦 存檔一次啦 因為這邊太麻煩了 有些太容錯了 敲背 等一下有時候他會連出招要注意 這個亂吐走過去可能會被吐到所以要注意一下 先敲個兩下試探 然後吐彈 再敲 他直接倒了我是沒想到啦 這邊 這個位置有個往日片段但是這個時候有很多怪 等到最後一個法碼的時候 三角頭老哥會幫我們把這邊的所有怪都清掉 那真聽好的 幫幫忙打全滅 好 謎題 中的右邊 清的左邊 剛剛那個往日片段就最後再去撿啦 就是拿到最後一個砝碼的時候 然後這邊就 拼個15分鐘不存檔 心很大 左切然後過一下這個門 然後去蛇門 好 這邊稍微 難一點然後後面就是越來越難 然後最後一個 最簡單 要結束這個 砝碼謎題的時候最簡單 然後進來右轉 這邊有那個仙彈槍子彈 然後開燈 打開 走 OK 這個能敲盡量敲 然後這邊右轉 第一扇門 這邊那個紙條 看起來很像照片 但是它是紙條 這個能打盡量打 要不然等一下在逃跑的時候他們會飛到臉上 這隻很煩 在監獄裡面真的是 大混蛋 有槍的話是算OK啊 可以處理 兩三槍把他打下來 但是現在我只有近戰武器 我只能 把他引過來打 就是我要先閃他攻擊 這邊其實隨便按就好了 反正都往上 但是有固定的按法 就是 你也是可以一次全都按整齊 然後一次上去的 就不用多花時間 但是我這邊沒有去 花時間去記 所以就這樣 反正能過就好了 目前我是這樣 這邊要注意那個四角獸 剛剛後面有一隻 看看看那個超暗 就先往前閃 這邊很麻煩 雖然 我在這邊沒打 沒被打過半次了 反正就過來快點敲就對了 旁邊子彈武器不要撿 就時間會很緊 然後進來右轉 然後倒數第二扇 老房 這裡 有照片 然後我就不看中文了 就不看他翻譯了 我就快點躲 因為這隻嘔吐怪就會直接衝過來 OK 如果有槍的話剛剛那邊打法是先把那些蜘蛛都給清掉 就是頭上的 那四角獸的矽狗版本 好解鎖就回剛剛一開始的 地方了 可以去開鎖解鎖武器庫 步槍 雖然我不能用就是了 呵呵 然後這張打那個抽象老爸 被他尖叫到就是一定會扣血 被boss叫到會扣血就 瑪莉 瑪莉瑪莉亞 還有 抽象爸爸 就這兩個會尖叫 而且有時候 叫的也蠻隨機的 所以也閃不掉 如果以後有什麼可以閃掉的方法應該額外講 如果啦 好剛拿到砝碼回這裡 然後先從下面放上去 要去牛門啊 牛門要先把那個這個放右邊 然後移到左邊 中的移到左邊然後牛門開啟 出門之後直走到底左轉 就是牛門了 好牛門就開始比較有難度了 都要一直跑啦近戰 不用想 不用想是打了 呵呵 不可能 太多隻要顧了 近戰是 一打一還好 一打二根本就有點太難了 太太太白癡了 他們抓個時間差我們就不用玩 這邊很多隻啊 這邊很多蜘蛛啊 還在衝人家臉 拉那個電燈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讓他們比較 不容易會攻擊 但我感覺是會這樣子沒錯 然後先清掉 然後先清掉能清就清啊 然後這邊一張紙條 我剛才注意後面會不會有那個嘔吐怪啊 有時候會有 就是他已經過來這個位置了 然後再看他要不要下來 因為能打一隻算一隻啊 待會還要開那個 那個什麼 監獄房間 老房 跑下來就快打兩下就死了 但是 他們 有時候飛下來還會多補泥腳 很白癡 還要往前多踢一下 再看那個嘔吐怪啊 拉個燈然後去跟他決鬥啊 這次不解決的話待會 蠻麻煩的 我剛說開那個老房的那個 結門嘛 因為詹姆是在互動的時候 動作都慢慢吞吞的 所以很麻煩 先先先幹掉比較好 你看敲背三下就直接暴斃了 直接走了 然後注意聽好那個 頭頂上蜘蛛的聲音啦 衝過來就是 準備閃 有時候他那邊慢 就很白癡 所以有槍 的好處就是 你能開槍射他 好爽 這邊hold一下 看他們有沒有 那個白癡想進來 看來是沒有 這邊右轉然後直走去解鎖D區 拉一下燈 剛剛進來左邊有一隻嘔吐怪啦 那隻如果能打的話也盡量打 有槍的情況下 是這樣沒錯 呵呵 近戰的話就還是 打還是比較安全啦 這不用解鎖 剛剛拿到紙條跟鑰匙嘛 要去開 牢房 這邊右轉就到 但是上面一定會有蜘蛛 被這邊的蜘蛛搞過 很煩 然後 想說這個嘔吐怪都跟得出來 那就先跟他打 好 他這個兔就往前閃然後敲背 那敲背就等他攻擊啦 不用再急著打 因為一定會被他反打 反兔或反鎚 他吐口水都很好打啦 除非踩到他大便要不然就很麻煩 好現在注意 天花板的蜘蛛 看他們有沒有要 飛過來 你看上面超鵝的 在 那什麼舊版二代也有類似這個封面啦 就是監獄然後頭上一堆蜘蛛怪 然後現在新版還原了 做得不錯吧 先解鎖這個 按照程序來 執行動作 這邊很衰小 他們衝過來 但是剛好沒撞到我 就當作過了 有槍的話 你可以開槍的話就把他們打下來 就這樣 確保安全 好這邊一張紙條 挖通道 消聲客救贖 刺激1995 但不是挖大便的地方 這邊爬過去這邊也是另一個麻煩點啦 待會要一直逃跑 如果可以開槍的話這邊都是 殺完 比較好跑 因為待會這邊有護士 然後撿到砝碼的時候一堆護士會過來 卡在這邊然後要 除非很會閃才過來 大家一直跑 這邊左轉 更衣間有這個 紙條 很大的活塞聲 叮叮盪盪盪 然後這邊靠右一點 因為中間有護士 然後這邊有網日片段 這張總共三個網日片段 但有留一個 在剛剛那個大牢房那邊 我們這一開始進的大牢房那邊有留一個網日片段沒剪 等三角頭 幫我們把怪全滅之後再去剪 拿砝碼 然後就 往右邊跑 好啊 中間先鑽洞 如果直接往中間一路跑的話 護士可能會來得比較 比較慢 就不能卡好那個位置 就故意繞大圈一點沒關係 然後剛剛不要往左邊會被視角的時候踹一下 所以我就不往左邊 不不往右邊啊 然後就在這邊啊 護士還是蠻遠的 但是 身法 閃 一直閃就對了 這邊有點運氣啊 剛剛那邊就有點取決 取決那個水管護士要不要敲我了 好可 小可怕點過 等一下還有另一個護士小關 這邊很多都是 如果只拿近戰的話就是 最好是能跑就跑 不然真的都很難打 好剛剛那邊 出來就直走 直走嘛 接鎖這扇門 這扇門要走 兩次啊 這邊一次啊 然後直走 回庭院 就聽 在走的過程聽一下有沒有 蜘蛛要撞你 這邊有點走錯 直接跟那個砝碼錯開 我想說 我 我 那位置怎麼跟剛剛不太一樣 原來錯過了就錯過了 好接下來去豬門啊 把這個 小重的放右邊 然後再把 最重 拿到右邊就好了 等一下上吊謎題 我是 根據我的經驗選的啦 所以剛好就選對 一次對 選錯我直接重錄 孫子重錄一次 好這豬門也很麻煩喔 因為要注意那個後面監獄的怪會跟進來 所以我先往左邊拉 但是這邊 還 挺煩的 因為裡面有張照片要拿 你不拿照片是沒什麼差的 一個全程跑步 但是我要拿 這邊區域很爛 會把外面怪引進來 這邊就一直打 裡面有視角獸還有 進階偶吐怪 進階偶吐怪 血好像比較薄一點 只是打起來麻煩 因為有時候會二段衝嘛 但習慣就還好 就正確打法就是衝到他 後面敲他三下 他就 就倒了 我這邊還沒有想說要拉到後面去打 這邊再看會不會有怪進來 試探 然後我是怕踩到他的 踩到他的兔 然後扣血 所以我一直不敢敲 因為我覺得這邊太擠了 然後右邊蜘蛛又過來 我想說到底是怎樣 要趁機敲個兩下 然後這邊我決定 想說要不要去翻窗 這我第一次嘗試 這邊給他一次機會 然後他又轉過來 又不給我敲 就覺得好煩 他這個暴凸就快點 拉開了 要不然踩到也會扣血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 來啊 這誰怕你啊 要先等左邊的翻窗過來 要不然就沒意義了 然後這邊拉得剛剛好 然後再跳過去 他們兩隻都跌倒了 就可以都敲兩下去死了 然後往後 然後兩下 往後 然後等那個 嘔吐乾掉我們再走 走回去撿那個 那個 照片 好乾掉拉走吧 還有一隻四角獸呢 啊蜘蛛還會偷跑進來超白癡的 啊 又轉進門 孩子四角獸召喚過來 你好 這邊就有點緊張 因為 每次打他都會 失誤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有一隻蜘蛛竟然嚇到我 然後我才現在 好好看得清楚他們 到底有什麼差別 原來是有一次比較細 快點拉掉 拉回這裡 拉到這裡 這邊還比較安全 因為左邊是鎖住的 有一個 台灣這個很擠的地方 因為 很難看到敵人的畫面 詹姆斯有夠擋 然後照片 這張真的超麻煩 說實在的 怪很多然後又擁擠 撿的東西也多超煩悶 然後直走右轉 剛那邊要不要解鎖看個人 反正也不會回來 OK 剛左邊這邊有一張紙條 要翻過來 囚犯的信 所謂的麻風病 好待會要存檔了 因為這邊都很非常容錯低率 很低下 進廁所存檔 蟑螂 瞧不到跑太快 裡面有很多護士啊 最好打法就直接衝啊 然後這邊再看蟑螂要不要進來 反正沒進來我就存檔了 答案是沒有 我要存 然後下一張 不是啊 先存檔 下個 片段鍵 好 第二個片段 延續20分鐘不存檔的 近戰片段 好這邊往日片段了 片段片段片段 護士我想 好他搖了 啊 搖了我就敲啊 因為我玩遊戲我都很希望盡可能降低運氣成分 但是這個全程近戰 還運氣挺大的 部分 部分的那個 關卡通過方式 不過這個算還好啦沒有比R14 那麼誇張 那麼運氣 在等他會不會抖啊 但是他沒有要抖的意思 我想說就 直接走了 然後前面有兩隻護士啊 打法就是往左邊穿護繞然後 再去前面拿東西 然後先把他敲倒 如果他晃的話就把他敲倒 然後他好像被我打的腦袋不對勁了 他在那邊一直搖 我不知道 這怎麼觸發的 呵呵 如果不去理他的話他是不是就 一樣在這邊咬他就 直接變笨 那就順便把他敲死了 好左邊那隻也在咬 然後竟然先把他敲倒了 那爬起來就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撿鑰匙然後 左邊紙條 不撿紙條是還好 因為多一張紙條要剪這邊就變得很緊張 近戰緊張點 不過他離我們蠻遠的啊 不一定會直接發現我們所以 這樣子做是 算蠻完美的 一種解法之一 但最完美就是你拿槍嘛 然後這邊靠右一點不要開燈了 那是怕吸引到裡面護士要不然 等一下開這個 鐵門就很麻煩 好NBA鑰匙 好進去吧 裡面會有四角獸 這邊是個容錯點啊 不過也不會到太麻煩 前面 護士那個大 公共洗澡 湯 澡湯那邊比較危險 逃跑的時候 因為我不能把他們都幹掉嗎 在這邊跑 這邊靠左一點就不會吸引到右邊那一隻了 打字機TAP了四次 TAP TAP 反正就 按四次就好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在上面隨便打字 應該是不行了 好拿子彈 雖然我根本用不到 我只是在提醒以後還想玩的我 這邊有子彈喔 這種感覺 好四角獸 往右尻一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跑掉啊 那隻 跑到下面 不知道怎樣 跟我玩桌米場 他根本就在上面 然後反正反正就打打打分個勝負 沒關係閃掉了 在醫院那一章有講過就是 在揮最後一下的時候是 有很大的無敵針 呵呵 好這邊右轉出去直走 然後走到鐵橋那邊左轉直走 好這邊要注意要閃 不管 他們有沒有要衝反正聽到聲音就先閃 好下梯子啦 這第二次下來然後 出門右轉 第一次玩的話都不知道要從哪邊回家 好要去 要去哪一扇門 鴿子門 來看我怎麼放 對放左邊 然後一個青苔 椅佐 對這樣子 種的在椅佐 留一個中等的在右邊就好了 鴿子白髮 然後這邊就往左嘛 靠到底 樓下 好往前閃一下 鴿子反正是最簡單的 雖然那個四角獸也蠻多的 還會埋伏人 所以最好打法就是 等他們攻擊再往前衝 待會 因為他們連續攻擊的話 我們角色不能連續閃 不能連續往前閃 側躍性閃避就是側閃或後閃 你好啊 無所事事人 工作人員啦 好這邊直走然後看一下路上有沒有一些擋路的視角的時候但是我這邊打法就是慢慢一個個贏啦 就是先引一個然後再往前衝要不然 他們的攻擊會太 太頻繁我就閃不掉了 這遊戲雖然無敵增長但是 也是會被抓到timing 他們有時候會快慢刀嘛 所以這遊戲其實 近戰也不是 那麼簡單 閃掉兩次攻擊了 然後進去先稍等一下反正等下 按那個F6就好拿一下子彈 OK 拿子彈出去左轉 待會三角頭就要幫我們全滅敵人了所以我根本不用動手 只要F6是因為開F5也沒什麼用 然後拿發碼 然後這邊最後的紙條 這一張最後的紙條 然後他在這邊 眾生平等關門 往後靠然後推門可以 跳出去 不行啦 他砍個兩三下就把怪圈滅了 我還要水管慢慢敲繞背 甚至不打 電燈 壞掉一次 手電筒壞掉一次就可以出去了 沒怪了 然後 去我們剛剛敲破洞那裡 往上走出去就是 最後的 上吊謎謎題了 誰是 無辜之人 謎題 解鎖 又回老房了 然後 對往日片段 別忘了 右邊A3 A區的A3 在這裡 原本這裡面會有一隻嘔吐怪 很 靠運氣 如果你要開的話 不被他吐到 你要看他位置在哪 所以就等最後三角頭幫我們全滅怪之後再來 才不用那麼的多要靠賽 我很討厭靠賽 雖然靠賽也是 實力的一部分 但是我實在不是算很喜歡 雖然 10bit round很大部分都是這樣玩 但我是打無傷的 降低所有 所有可能受傷的可能性 最輕的放左邊 然後把銀色的移到右邊 然後再把最重的移到右邊 那個大肥的那個 第一個拿到的 劍 上好木棍 雖形拉桿 這邊 排的順序是 621 就上牌621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每次都正確解答 因為我是 直接看 上面上文的答案我就知道 應該是那一個 然後下牌的是 453 好 這那個什麼 他張嘴盯著看 然後看著靈魂消逝 這個 我有一次就有隊 我在練習的時候 所以我就直接先去拆武了 好有BGM 對了 你看那個詹姆斯 的那個 上吊人特寫就是正確答案 其實你吊下去也沒差 不會扣血 但是如果我在拍影片這樣會蠻難堪的 好要跳兩次 賭 賭取地圖吧 呵呵 要準備去迷宮了 但是我先打BOSS再結束這一張 而且之前迷宮還有BUG 幸好我在打5上的時候還沒遇到 還沒到那裡 呵呵 再來跳一次啊 抽象爸爸的BOSS戰是真的很簡單 但是他的那個轎是閃不掉的 我不知道範圍會不會可以閃掉 但是我真的不確定 而且近戰也不肯走多遠吧 說實在的 但那隻靠越近他就 就越安全 只能這樣說 拿槍打他反正比較難 抽象爸爸 這遊戲的BOSS戰 但近戰最難的應該是 雙 兩隻三角頭 然後再來就是瑪莉亞 最終BOSS戰 就是這兩個啊 那這兩個都連在一起 其他都還好啦 反正都沒有比護士強啦 護士那麼 那麼猛 一直就要敲14或12下 然後攻擊頻率還那麼高 哼 如果護士要敲個三四十下 他真的是比那些BOSS還猛 護士BOSS戰要打十隻護士 我直接吃大便 好反正剛剛解完子彈 就直接強制坐電梯啦 這邊不存檔啦 因為剛剛已經存過一次 我就一次做好了 一次做好了 但這邊我要 道歉的一點就是 我有點迷路 不過就小迷路而已啊 因為我專注在練前面關卡 不是後面的 因為這個BOSS戰算蠻簡單 所以我走得有點繞 但是還好 就真的還好 不會到太糊塗 不要 不要 拜託 - 爹地的男人都上了 好這樣被叫到了 反正被叫到我就會喝血 - 不會跟你講我沒有受傷這樣隱瞞40 反正是我扣血 - 這被叫一定會扣血 這叫還蠻隨機的喔 我看別人被衝進來他都沒叫 然後我的偏偏在那邊叫很靠北 - 反正就扣血了 - 好敲三下這樣閃 因為那個叫已經是迴避不了了 氣墊40 - 所以有什麼辦法 - 你也不能說這樣就失敗 反正那只會扣一滴血 1-2滴左右 - 這樣敲三下閃 敲到背的重擊就等於敲兩下就好了 - 敲到背等於敲兩下嘛 - 然後出去了 這邊我繞的有點太大 其實剛剛在 - 走回頭路應該也是可以的 - 因為這邊我沒有繞很熟 - 剛說過 都在練前面而已 前面真的比較難 - 這邊有子彈 - 那幅畫滑下來的聲音有夠怪 有夠可怕的 - 這邊靠右了 - 左轉 - 左轉 - 看該那個走一走一隻怪突然蹦出來嚇人 - 不用鑽過去啦 那邊是空的 - 要去敲電視 - 其實我覺得 - 重置板做的還挺好的 因為 - 氣氛吧 場景氣氛都還不錯 - 敲了之後 這個不會扣血了 - 然後我要跟他打 -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一部分不跟他打 就是專門跑就好了 不確定 - 反正你看到他我就先扁 - 當個硬漢 - 他的抓技很慢啊 - 他叫的時候才開始在那邊會抓到人 - 就是 - 牽咬很長 - 他放招的時候要先被我捶 - 多捶一下 - 鑽洞 右轉 - 去走 - 沒有沒有 右轉 鑽洞 - 翻牆 - 然後他還會爆炸出來一次 - 剛剛那階段好像不用打了 不確定 - 反正你出來我就跟你打一次 - 這一隻不管你有沒有槍 用近戰打真的是最方便 - 最省子彈的打法 - 把子彈 - 留給愛迪或是 - 雙三角頭 - 或是最終boss - 好 鑽洞 - 我很愛撞牆 - 我還在結成就 - 好 左轉 - 右轉 - 左轉 - 要不要打噴嚏 - 很好 - 敲電視 - 他要再敲一次了 - 右轉 - 剛要鑽洞 - 對 - 所以我說為什麼會 - 迷路一下 - 不過也就一下而已 - 轉牆 - 右轉 - 活塞房 - 最後的電視要跟他打 - 等一下跟他打他就會出個新招 - 就是要衝過來撞人 - Charger - 那一招要閃 - 沒閃我就被打 - 後面瑪莉亞也會叫 分階段叫 第一階段會叫 第三階段會叫 都閃不掉 - 可能就除非我有槍了吧 - 然後這隻 - 等他衝過來 - 然後就可以繼續敲了 - 三下敲一下閃這樣子 - 然後敲背了 準備閃 - 是貪刀 - 三下等閃 - 就這樣子 - 呃 呃 呃 這樣就好了啦 - 這樣子從不敲就 - 有槍的反而就省超多子彈 - 呵呵 - 不用浪費時間在那邊 - 多開槍 - 這樣真的方便很多 - 他的攻擊都很好閃 - 因為他都慢慢來 - 到達結束啦 - Angela - 架厲害 - 於 trying - 一過 好,就完蛋了 不要再嘗嘗 嘗嘗什么? 像你不知道 我明白你做什么 你一直在同时,你只需要一件事 Angela,拜托 你不要乱 拜托 拜托 说它 或者你只能让我 像他一直都做的 你混蛋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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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我不知道谁你认识我 但我不想伤你 我只是想回到我女儿女儿 你女儿女儿 你女儿女儿女儿 你女儿女儿 至少她是 在一段时间 什么 承认 你不想她再来 没有 你可能找到别人 没有 我必须找到我妈 我根本没有 我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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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宮 迷宮的話 我之前玩起來的話其實沒那麼複雜 就是撿撿東西而已 然後就到下一張了 但怪真的蠻多的 後面關卡都比較激烈啦 前面就偏走路跑步模擬器還有解謎 這邊會自動拿出地圖 到了 迷宮 這邊衝個檔啊 好 結束這一張 這張真的蠻麻煩 在沒槍的情況下很多地方真的很靠運氣 還有一些 策略 策略性奔跑 就先這樣啦 這張先到這了 快要結束了 70%了 YEAH